大家好,歡迎收看五次直擊 繼續可以留言和打來熱線 今天市場非常好,大家看來是否有些東西 在想要不要買和追貨 現在恆指升201點,報25320點 今早上高開190點 其實都是在今天開市位附近 現在已經突破了25100 其實是一個向上的局勢 今天成交額榜上 大部分股份都做好了 市都升的時候 看回現在成交額榜上 升得多的有吉利升6% 恆大升9% 中信見頭升10% 現在你說升得多的 看看中信見頭 因為有合併消息 如果現在這個情況 我建議有貨是拿著的 沒有貨都不建議現在才買 你可以選擇是日幣 但你見到日幣 暫時都是在一個橫行的局勢裡 即是沒有什麼行程可以去入貨 其實都是真的 另外的6030其實也是 充高過之後就回回一些 都未必是一個很好的時候去入貨 但有貨就先拿著 因為現在這個合併的消息 究竟是如何都未知 講到此層層 但公司方面就說 未有落實或審議 其他做好的 還有就是恆大 恆大因為內房現在的銷售非常好 內房其實是有升的 如果你看恆大已經去到$25 突破了$22.55 突破了今年年初的高位 它真的升得非常厲害 下一個位置再上網已經是$29.8 不過我今天衝得比較厲害 我通常升一成 都很少升一成的會去買 接著就是吉里 吉里其實今早都有說過 看到YouTube上面都已經 Youtube說是不是推薦多少錢入 以及目標 吉里現在升6%,報13.42 如果你說近期的消息 吉里其實最有一個刺激的消息 都是這些的 就是他要回去A股科創板上市的消息 以及你說都是憧憬回暖的 其實麥格里有發報告的 就說預計吉里就受內地邊遠城市需求弱 以及同業競爭的挑戰 這個其實就 的確是 因為吉里的業績 就一向都說業績是走下波的 不過他久不久都出消息來 逮捕股價 最新的就是匯A股上市 又有一個集資的途徑 現在就 看上方左力是$13.1 其實目前來說算是突破了的 如果你說以一個炒作的角度 你突破是可以買入的 但是我就 不是太建議買入吉里 因為如果現在有這麼多選擇的時候 因為他過往都不乏是突破完之後 再穿回去的情況 所以就 很難這樣去判斷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買 其他的話 就是有美團 其實美團 今天就升4.6% 又創了新高 現在就是$187.8 今天DK$188.8 就是創了歷史新高 其實連日 大家如果怕高追美團的話 其實他連日是整固員 我都說可以買 其實他是給了機會來的 169.4 因為他這裏 橫行整固員已經給了 169.4%來做一個 一個 紫洩位 所以 其實就 現在 昨天已經是再創了收市新高 前頂$178.4 昨天收$179.4 其實昨天創了收市新高 今天就 如無以外 我們希望他都可以再創收市新高 現在就上網$200 $200也只入可待 還欠十多元就會升到$200 大約是 升多 不用一成 一成左右 已經是去到$200 很快都會上到去 另外還有就是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其實 都算是有機會整固員再上 如果你是在那裏 監視 首先我沒有特別好監視 但是如果你監視 其實你現在 就209.4 這些位置 又可以拿來做止洩位 其實也是可以買的 走勢都是 相當之不錯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 消息 其實有個 手郵那邊 就有消息 今早就已經有 這些新聞 不過今早就 就還未能看得完 可以現在看看 就有傳 Sony就競購遊戲公司 樂油科技 1089 就說 這個Sony就拼購1089 就跟這個財務顧問 就在商討有關的潛載拼購購 早前就 創夢天地 1119 都有份 就是想和一個私募基金 就收購樂油 但是看到 1089下游 就沒有特別 受到一個大的刺激 反而 反而 因為昨天 它已經升了 今天還反而回了一點 所以都不用因為這個消息 而去特別操作 今早 其實 今早看過 不如更新 今早看過一些 表現不錯的股份 走勢 其實今早的中心 就升了成一成 但現在的升幅都縮窄了 去到32.2 現在這個位置都挺高的 入貨就不太建議入了 那麼如果呢 你暫時下方的支潮要去到26.6 因為比較遠 以及中心都真的炒得挺厲害的 那麼 Fion 說現價有貨 看會不會再上升 這個呢 其實就 它今天都是挺有 低估額的 如果你說真的要 看著些甚麼位置 其實今天的day low 30.95 小心不要穿了 那麼穿了 你如果現在才買 短線都需要去 止賺或者止蝕 如果你是即日的部署的話 目前就入貨 就不是現在入貨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 現在不是怕高的東西 它本身是充高完再一個回的格局 而且你看到 內地的半導體股 其實真的炒得有點誇張的 你看到就算海外的同業 如果你說拿來比較的 台積電 你看到中心現在的市盈率是103倍 如果你說人家作為一個 行業的龍頭的台積電 現在市盈率只有25倍 所以當然中心是炒前景的 炒又有國家支持 又有回A概念 但是現在目前為止 雖然高傳微算高 但是股值上的確是偏高的 所以就真的 未必會是 入貨的時候 如果你是做一個 短炒的day trade 就真的看著位置 就不要再破今天的day load 如果再破 day load 那就要去走人 還有今早也有看一些 股份 昨天也有推介購入 應該說是 中安 現在到45.4 升11% 中安 Joy說 升了太快 想加注都不敢 昨天有建議買的 現在升了一成 除非你這一柱是day trade 但也不好 其實就 今早早 除非你這一柱是day trade day trade 就看著44.6毫半 即是4.6做止洩位 如果你day trade 現在升夠一成 繼續上網49元 指洩位 之前是36.7 現在應該不會去到 指洩位 就沒有看過指洩位 除非突然出事 羽毛意外 Touchroot 就應該不需要去測試指洩位 大家就可以 見它升到那麼上一回 就可以自行指賺 另外 還有 今天看過1772 第二就是禁封利業 因為Tesla昨天都做好 又再創了歷史新高 都會帶動著 在港股上市的Tesla概念股禁封利業 其實它就 因為它本身 已經是一個 破了頂的股份 突破了37.4毫半 其實今天都 再上的 這個是 今天的一個 可買的選擇 現在就在39.9 其實如果你說要止洩位 收穿 34.6 這裏就用來做一個 止洩位 都算是一個 不是太遠的範圍 現在恒指半日市 中午收報移民 5336點 升211點 成交有870日益 今天同情報都很大成交 暫時來看 資金都是 買貨意欲強勁 成交的 上面每隻都是升 就有 信譽升5% 瑞星升5% 吉利升6% 恆大升9% 中信建投升9% 美團升4% 唯獨跌的 昨天 升得比較多的 港交所 去到350元 一個關口 加上有一個 被調查的壞消息 亦都被一些大行下調 評級 今早估計 一度下跌2% 但都 很快上升了 現在跌幅縮窄 到0.8% 下午 如果再有 賣力賣盡 其實有機會倒升 有課 也不需要太擔心 我們現在去廣告 稍後 去聽電話 和看留言 好 回來節目時間 我們這一節開始 就看看大家的 留言 還有 有觀眾打了電話來 稍後就去 請他們出來 現在就看看YouTube上面 2606 是南光家寶 報56.85 Karen問 是否透氣 49.58有課 其實它就開始來到一個阻力 算是比較少型的物館 但現在就什麼都炒上了 58元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阻力位 看看 現在就去到 近這個位 今天最高有見過58.45 是休息的 我覺得你可以 觀望多一會 如果58元這裏 真的充不破 才去食戶 好 我們現在開始接聽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 陳太的 Hello 陳太 你好 你好 支持人 是 我想問你 我想問你 不過你先頭已經回答了 我 是 我想進入的 我想進入又打不到電話 哎呀 我想進入又見你升了那麼多 好不可以進呢 哎呀 這個說了 這個之前突破 我駕駛六個車都說進入 昨天都還可以的 如果你現在進入 要是 快一點點的 因為呢 今天升了一成 如果你不是 不過如果你之前想進入又未進 今天又未進 你未必真是那麼轉身快的 那不如先等下機會 好啦好啦 是啊 那隻什麼呢 越民那隻呢 772 越民 如果你說現在這個情況來講 兩隻都有一個騰訊概念 如果你現在這個情況來講 其實越民會比較好一點的這個時機來講的話 你可以用51.9來做止蝕 雖然我是比較看好縱案 但是因為 它今天升得比較多 你看著51.9做止蝕 如果你現在進入越民的話 就大約都是 是啊 中安呢 你看到它簡直是 升到 是很難追的了 除非你一是 你day trade 你就用44.6來做止蝕 那你就考慮一下 但是 今天呢 其實現在是一個day high位置的 45.5是day high 現在45.3毫半 很近day high 都還繼續看好 很難 如果我再問你 鄭好買 是 你想買小米 如何呢 買不買 現在要買 等它 折返一點 小米 今天想折返一點 如果你說 看回小米方面 那個支持位 是12.44 但是呢 它就未突破到 14元 12.44 可以用來做止蝕 如果現在呢 14元上市市完未突破到 今次有機會再試 不如就突破了14元才買 都開始迫近這個位置 如果市好的話 都有機會炒上去 謝謝你 多謝你電話陳太 拜拜 好 接著呢 就是 繼續 看一下YouTube上面 Chi Mi Chao 說 9997 康基醫療 他同問 沒有說問什麼 看看 上面應該是 還有人在問 9997 是不是呢 找不到留言出來 不要緊 997康基醫療的話 昨天開市位是29.5 現在是29.4 如果你是想有課 要不要走呢 你看著29.5 看看收市可不可以上回去 現在都是差一格 都有機會的 如果收穿29.5 就才去考慮止蝕 只賺了 應該是在賺 除非你高追的話 好 接著呢 買的話 暫時 不要買了 始終都是高開低走的 接著呢 再 我們就 再有位觀眾的電話 是趙小姐 Hello 趙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隻9923的 9923 儀卡 還有一隻 是 這個厲害 我看到是不是貨位 現在18.86 其實還未算 他要收18.88以上 才破頂 我記得之前 他在 在這些橫行的時候 18元邊 都有人問 我們就說可以買 但是現在 去到近阻力位 又未突破 就要等等 你等他收市突破18.88 才再追入 現在就差一點 我有貨的 有貨的 我不知賺到哪裏 18元有住 17元有住 那恭喜 現在 你看看這個位置 我覺得有機會再向上破賣 如果計算歷史高位 上市第二天的 19.4 這裏衝破任何一個 都已經算是突破的 但是 現在未上到他住 但我覺得可以繼續 保持住 有望可以突破 暫時 如果可以突破 19.4元 還可以多坐一會 再可以坐一會 或者你收18.88以上 就可以再坐一會 甚至 如果 其他觀眾 有興趣 想買 都還可以買 所以現在 是有望突破 你真的看到 他突破不了 不行 那才走 就可以繼續 先 OK 我問了 有問題 187.6 白威啤酒 187.6 是否很弱勢 它是很弱勢 但你說它是 再會向下 又不是 其實它在整股之中 你買得 你應該是本身 都好看好它 過去業績都不差 不過這次是差一點 而且現在開始 炒啤酒的時候 都是炒 潤啤和青啤 炒國產內需 加上青啤 最新的業績是好一點 所以暫時它在這裡橫行 上方是23.2 如果你是喜歡它的 現在沒有穿22 就先放在嘴上 如果你說要起動 真的要升穿23.2 才算是開始起動 暫時沒有什麼動作 謝謝 謝謝你 再見 再見 大家可以繼續打來 我們再聽 一會兒再聽到其他電話 先看YouTube上面 6066 多少錢放好 恭喜你 11.1買的 剛剛才買 沒有說很特別建議今天買 但如果你買了 就先拿著 其實如果你看回 今天的開市位 就在11.1 即正正買入價 其實今天如果收市 現在就下了幾格 算是有幾格的飲竹 其實都不是 其實如果今天收市 不是出飲竹 又不破 去的day load 其實你都可以 再繼續看著 如果這個位置買的確是 防省性 就沒有那麼好 你看著5分鐘圖 10.76 就是一個 支持位 現在 都站穩11元 還可以的 先拿著 幾錢放 你看回 其實它已經是一個 破頂的股份 暫時 如果站穩11 今天就看看有沒有機會上到12 但我變了 因為如果之前買的人 就可以等位置 賺 這個位置 就沒有那麼安全 好 我們就開始 繼續去 聽電話 電話旁邊有 陳小姐 Hello 陳小姐 你好 我想問 268 268金點 它是不是調整完 調整完 你都可以這麼說的 它有 少少的調整 都挺好的 調整得 應該坐著貨 那些人都 頂得住 沒有被震走 你是想買的 聽不到 是不是想買 以前已經有貨了 有貨 那就好 有貨 昨天 跌了幾號指 但昨天大升 今天又再跌下去 17.3元 就反達 是不是 應該是 它的走勢已經變得好 它其實有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它在17.6 暫時短選賣都支持 你可以用17.6 來做止賺位 它收穿17.6 你才止賺 因為暫時 它的走勢都 沒有說真的有轉差過 所以你都 對 你繼續持有 因為它這個小調整 我想 都未必說那麼容易震走 除非你真的很短線 要吃糊 所以現在其實都可以繼續拿著 穿17.6才要考慮止賺 即是17.6 如果今次再跌到17.6 就走了 收穿 收穿 第二天上不回來才要走 因為其實你看到它 走勢仍然很強勁 因為前陣子炒科技股 它又有雲概念 又有線上辦公 其實它是升了很多 所以 昨天的大市升 昨天很多一些弱勢 譬如舊經濟 國壽 那些都升一成這樣去彈上來的 所以昨天它本身已經在很高的位置 才沒有再特別升 但是它本身升了 所以其實都沒有問題 可以繼續拿著 那它的RSI現在是降低了嗎 都不是很低的75 比起之前就低了一點 之前有上過80 但是都可以的 它仍然它一直都很高 其實RSI就 是 那我其實 是不是如果它 如果上去最高的 18.38 是金鑽 18.38 都是升不穿外地要走的 18.38 18.34 它的高位 就是最近的高位 其實都已經是它的 歷史高位來的 其實就 沒有說升不穿一定要走 其實有望升穿 我覺得就現在 所以我都是會用17.6來做止賺 或者收穿才止賺 是的 因為 看回你自己本身部署 因為我就不是說 立刻很短兩天就要吃戶的 其實你現在還是一個星星 可以繼續看好 除非就是轉世 暫時都沒有看到有轉世 另外我想問多一點 就是 1302師傅有沒有叫走 印象中應該沒有 沒有的沒有的 其實今天還是跳風高開再高走 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 我都覺得可以繼續拿著 即是還是繼續保持 是的 它還在升 你真的看到 升到回欄 因為我看到你的帖文 在目標價 是268 但師傅在周刊那裏 就說看3元 應該是 目標價應該是哪裏有阻力 其實 如果你再看上一個位置 你這裏看月線圖的話 下個位置就是 2.87 2.86 2.87左右 現在 都未去到這個位置 即是現在這段時間 是沒有阻力的 直至到2.87才有阻力 是嗎 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甚至2.97 如果你計算上年5、6月 最高的那點 就是3.09 3.09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 都沒有一個近的阻力 因為它比較 其實是一隻都波動 幾大了 你見到的股份 所以都很久沒有上過這個位置 這年紀都 所以我覺得其實 繼續上就先拿著 你短線都起碼有 高開低走 真的回才要吃糊 好啦 你這兩隻都很好 可以拿著 可以拿著 是啊 好啦 恭喜你 好啦 多謝你的電話 拜拜 好 時間就已經是 到了這裏了 我們就下午先回來 再跟大家看事 有些留言就看不完 我們就下午回來再看 下午3時45分再見 拜拜